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作者 书云 播讲 夏秋年 陈伯达和汪东兴 谁的发言更厉害 8月24日下午开始分大组讨论林彪讲话 所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按六个大区 华北 东北 西北 西南 中南 华东 编成六个大组 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插到各组参加讨论 按说编组不应该有什么机关 但因为发生了反革命的第六号简报 再往前看 这个编组就显得大有名堂了 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编的 由汪东兴负责的中央办公厅安排 毛 林 周等没有编组 江青 自由 许世友 张春桥 李德生 插在华东组 李先念 叶群 李作鹏 插在中南组 邱惠作 姚文元 插在西北组 吴法县 插在西南组 陈希莲 插在东北组 陈伯达 汪东兴 李雪峰 插在华北组 一向盯着胖子吴法县的汪东兴 此时换了目标 盯上了老夫子陈伯达 陈伯达在华北组情有可原 他在中央分工华北地区 可汪东兴就奇怪了 他负责会晤 想在哪个组还不是随便 为什么他哪个组也不去 却偏偏热衷于华北组 难道是吴法县已经消化了小灶 而更重要的人物陈伯达 还需要再添一把柴吗 无论如何 因为陈伯达汪东兴的加盟 华北组在六个组中最为激烈 率先爆发了原子弹 华北组召集人李雪峰 副组长吴德 北京 谢学公 天津 陈永贵 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 吴涛 内蒙古 郑维山 北京军区 组员郭玉峰 中央组织部 刘子厚 河北 陈毅 十大元帅之一 时任外交部长 邝润农 彭绍辉 苏靖 钱学森 吴忠 黄作真 杨俊生 犹太忠 刘西昌 马福全 吕玉兰 王国藩 李顺达 聂元子等 大部分人发言后 陈伯达来了 主持人打断正在进行的发言 请伯达同志先讲 陈伯达也不客气 出口成章 毛主席是天才人物 没错 马恩列斯都承认历史上有天才人物 陈伯达回忆 我属于华北组 在会上我发言的内容已不完全记得 但天才问题是说了的 陈伯达在发言中说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 昨天发表的非常好 非常重要 语重心长的讲话 林副主席说 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 国家元首 最高统帅的地位 肯定毛泽东思想 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 这一点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 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 下面我想讲一下关于天才的问题 林副主席经常说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 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 陈伯达引用了林彪几段论天才的语录后 说这是多年的话了 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 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说 毛泽东同志天才的全面的继承 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如果大家不忘记的话 我想大家会记得 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 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 但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 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 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 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 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 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 已经觉悟了的中国人民 很快就识破了这种阴谋诡计 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 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 有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 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 我就提出这个问题 有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 但是他们认为他自己是天才 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 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 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 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 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 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 否认天才 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 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 一笔勾销 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 无非是历史的蠢才 要赶快觉醒起来 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列宁说在现代社会中 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 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的产生出来的 经过考验 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 并且彼此能够很好的互相配合的领袖 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按照列宁的说法 否认天才就是否认领袖 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我听了林副主席的讲话 发表这样一点意见 还有其他问题 以后有机会再说 说的不对 请大家批评 本来张春桥就不得人稀 干柴烈火 二百多中央委员一下就烧起来了 庐山会议结束后 陈伯达想不通 提出揪人的汪东兴稳坐官位 作为党内问题解决 连处分也没给 而自己为什么却成了敌我矛盾 庐山会议结束后 李雪峰曾当面向毛泽东提出意见 结果李雪峰也被定为敌我矛盾 被开除党籍 江青张春桥他们先向主席告状 以获得胜利 后来毛泽东召集会议 江青张春桥缺席 而李雪峰和陈伯达虽然出席 却是充当被告 但这是陈伯达的罪吗 在华北组 汪东兴接着陈伯达发言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 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 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林副主席是我们活学活用 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 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 学得好 用得好 在关键时刻 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 这种态度代表我们的心意 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 我很受感动 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 并且努力紧跟 刚才博达同志的发言 我也同意 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 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 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 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 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 我们不允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 谁反对毛主席 反对毛泽东思想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林副主席昨天讲话中说 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在几十年斗争中形成的 是在党内两条路线较量中比较出来的 这个领导地位除极端反革命分子外 不能不承认的 林副主席还说 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 毛主席的领导 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 我还记得林副主席早就说过 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们自己 林副主席特别强调 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 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 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这一条是宪法的灵魂 是30条中最重要的一条 这一条是我国革命经验中最根本的经验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这些精辟透彻的阐述 另有一点建议 根据中央办公厅和8341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 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 有的人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 如接见外宾等 事实上 反倒中国来访问的外宾 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 到中国来的外宾 主席不接见 他就不走 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 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 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 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 是8341部队的愿望 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 可以识破这些坏蛋 陈伯达插话 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 喜欢的跳起来了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回来了 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 我们是不甘心的 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 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汪东兴回忆 当时我的情绪比较激动 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 一直的一系列指示我是清楚的 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 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 积极主张涉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 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 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 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 在宪法中不涉国家主席的建议 忘得一干二净了 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 也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 毛主席讲不涉国家主席的意见实质 更不顾自己的身份 以极不慎重的态度 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是这样吗 以汪东兴发完言 从华北组议出来 碰到了国防科委主任王炳章 连忙喊 王主任抓紧发言哟 我已经发过言了 我们就是要旗帜鲜明 立场坚定的表明我们的态度 汪东兴似乎还不放心 单飞的无法宪 立即给他打电话 我已经发言了 你们快点发言 也叫空军、海军、总后 及其他军队同志发言 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今天发言表示你旗帜鲜明 立场坚定 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 8月25日前 王东兴天天雨 无法宪叶群等人通电话 他似乎特别愿意把小道消息告诉他们 当毛泽东一再追问第6号简报时 王东兴紧张了 立即打电话给军委办事组 暂停电话联系 各位听友 由于本月在海外出版了一本 据称是温家宝家人的白手套段伟红的前夫 所写的回忆录 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以史维建频道在播出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的第一集后 就接到一位好友的电话 希望能停播此书 而改播新书 红色轮盘赌 经再三考虑 觉得插播新书是有必要的 但为了不使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的听友失望 决定采用坚固的方法 只不过会放难更新林书的进度 希望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一书的听友 能够理解与包涵 顺便指出的是 其实就连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也是应一些听友的请求而插播的 他并非以史维建频道计划中即将播出的有声书 这就是所谓的计划赶不上变化 变化赶不上电话